大家好,我是Tubtec的Gabriel 這是我們公司的Gorania蒸焗爐 它的操作很簡單 由左邊開始,第一個是開關 第二個是燈,可以獨立開關 第三個是上一頁 中間這個就是進入和選擇和確定的船樓 然後這個是鬧鐘 這個是兒童保護裝置 按住它大概三秒鐘 它就會啟動了一個兒童鎖 其他東西是按不到的 要它可以選擇其他鍵 就要按住它大概三秒鐘才解鎖 這個就是選擇了一些程序之後 確定進行的鍵和停止的鍵 右上角這個是水箱 按一下,水上門打開 裡面的水箱是可以完全拉出的 可以裝水 它會有一個面膜線去提示 就不會裝得高過面膜的水平 用一般的水喉開水就可以了 就不要加熱水 然後放水箱進去 聽到,聽一聲的 然後關上水箱門蓋 就可以用蒸氣功能了 接著這個開關 領去蒸氣功能 蒸氣就是這個畫面 第二個有一個蒸氣那個 然後按進去 然後這個蒸氣功能 是可以再選擇的 那這個蒸氣功能裡面 它還有一個是 蒸氣加熱風的功能 主要可以選擇 譬如是不需要這麼高濕度 或者是因為蒸氣本身 只可以最高去到100度 但是如果是需要這個濕度 而需要高過100度 就可以加蒸氣加熱風 它就可以超過100度 譬如可能攀柱一些肉類 但需要濕度高一些 譬如可能牛肉、雞肉等類 又或者如果是有些生麵糰 需要去攀條 都可以用蒸氣加熱風 可以調較細一點的濕度 這個可以再長層 可以更加少許說明書 大概可以調 按一下你可以選擇加熱風 要少一點蒸氣 你可以選擇 確定了之後 按確定 接著就可以領去溫度 又是進入 領去你需要的溫度 又可以按確定 接著就領去時間 又是進入 然後領去你需要的時間 右邊會多了一個時鐘的顯示 那個是計算你的攀煮過程 就是完成了之後的時間 然後選好了 就可以去按進行 它就會開始的程序 中途你可以隨時再按多次去停 它也會再按多次 你是不是確定要停 如果要焗的功能 就是蒸氣旁邊的廚絲帽 又是按進去進油 然後按一下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發熱線去選擇 上下發熱線 加熱風 外圍發熱線 中間發熱線 去選擇 可以配合你不同的烹煮方法 然後選好了之後 又是這樣一下 然後去 去溫度 又是進入 然後去溫度 又是確定之後 按個加力去選時間 又是進入 又是領時間 跟蒸氣功能一樣 它也會在右邊顯示 煮好之後的時間 就是這樣進行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是煮一些 可能即食點心的那些 就可能要留意乳液時間 那 清潔方面 整個爐都 有些比較容易打力的套層 所以一般來說 用濕布去溫度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清潔劑 如果你說有些比較環固的污積在錄裏面 那你可以用它的清潔程序 那就可以在 這個 不穿洞的不鏽鋼盤 那裡加0.6星錐 然後 就可以去選擇 右手邊第二個圖案 進入 那就會有一個手掌加蒸氣的功能 然後你按確定進行 大概就是30分鐘左右 它就會完成一個 用蒸氣去軟化爐裡面的油漬 的程序 然後你就可以開爐 用濕布去抹乾淨 一些配件 爐內的位置 爐外也是用濕布抹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真的有更加環固的污積 那你可以用一些清潔劑 但是就絕對不可以有腐蝕性 或者是有炎磨性的料 譬如沙粉那些炎磨性的料 就不可以用的 一般的保養是這樣 是 這個是GORANIA的二峽一蒸焗爐 配合不同的功能 它有不同的配件 這個是烤架 這個是可以佔著烤架的滴油盆 亦都可以做食物去做烤服 那這個是給烤肉的肉針 那這邊呢 是擠進肉裡去插溫度 這邊呢就是接駁爐的插頭 那這個爐的接駁位就是在這裡 右上角有個蓋的 打開它就可以把這個插頭插進去 那但是如果不是用一個燒肉的功能的話 那平時就不要插這個插頭 就關上蓋來使用 那這個是給蒸氣功能用的 那面那個是蒸架 那那個是用來沾著倒汗水的 就可以隔起一點 到汗水就不會碰到吃蠟